反媒體壟斷 民進黨版明天闖關 如果國民黨真的支持媒體的改革 支持反媒體的壟斷 今天在交通委員會 就請動員來支持民進黨跟專家學者 所共同討論過支持的 反媒體壟斷的廣電三法相關的修法 民進黨團版本反媒體壟斷修法 昨天在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出審通過 計畫明天變更一程禁出二毒 內容包括禁止金控 銀行 保險 跨業經營媒體 並將獨立董事 宴吉市公約都納入修法 主要的投資人就是大股東人 如果透過他在經濟上跟股材的影響 去干預到尤其是新聞媒體的新聞直播內容 是一個對於新聞自由跟各界 能夠獲得更充分更公正的資訊會有一點影響 所以我們在當時修法就加入了 直播新聞的媒體應該要訂編輯式公約 NCC也強調正在演你反媒體壟斷專法 最慢三月出爐 不過卻遭立委批評動作實在太慢 你等到修法完成的時候 你已經沒有辦法適用到可能被壟斷的 媒體的具體個案了嘛 所以你法案就行動虛設嘛 早就變過完成了嘛 但你言論自由的多元化也不見了嘛 國民黨立委吳玉森 則對民進黨版本有意見 另外台聯昨天也將駁回壹傳媒交易案 納入怒吼訴求 北格不下台 北格總預算 不費18% 北格總預算 不薄遺傳媒 北格總預算 東新聞台北報導